然后总共观众是460亿人 很多老铁都想看小鹤楼 然后呢我发他的视频又很少 所以说我在想以后不行就 直播直播他的内容 就直播的时候尽量多拍拍他 然后今天正是第一天直播小鹤楼 直播小鹤楼 你们看看小鹤楼在这里 以后呢我在想只要有时间 我就直播小鹤楼的状况给大家看 如果有喜欢的呢 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 然后我的直播间现在是零冷 没事这个没事啊 这个只要喜欢小鹤楼的应该都会来看 因为怎么说呢 平时主要还是要做电商的事情 这一块 然后拍小鹤楼视频什么的 就相当于比较少 但是我直播的呢 可以有空的话就播个一个小时左右 或者半个小时这个样子 有能看吧就一个小时 没能看吧就半个小时 这样播一播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鹤楼的状况 对吧 你们看小鹤楼呀 我在直播 然后他非要过来蹭我 你们看 要过来呢 你们看 哎这孩子呢 非要我录他呢 真的 录你干啥呀 录你又没啥好的 小鹤楼 小鹤楼直播完了 直播了有1.7个小时 差不多快两小时直播 然后总共观众是460亿人 这是小鹤楼的后台数据啊 收里收了9个小星星 哈喽 然后小小鹤楼他也困了 我们准备去睡觉了 以后呢我就打算直播直播小鹤楼 只要你们喜欢喜欢他的 希望你们能 多来支持一下小鹤楼好吧 然后尽量的多多直播小鹤楼 这样你们也能多多看到他 哈喽 睡觉去了 走了走了 我们去洗洗睡觉了 快走 快走 走 走走走走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喜欢的 记得点赞关注 转发收藏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